這個Ego它本來的一個狀況 我們其實目前針對Ego本身的一個展示框架 已經完成了一個細部設計 我也是今天如果同意說 我們會盡快地去做後面的一個細部的一個工程 這個是我們模擬出來的一個Ego未來展示的一個顏色的一個狀況 包括它的一些比較特別的 比較醒目的這些對連文字 我們都用傳統的一個工法來去做一個呈現 那本身這個框架的部分它其實並不是密閉的 我們其實都有考慮它的一個 內部的一些潮汽的一些排水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些通風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5 那我們最後其實這個計畫可能 我也會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未來的一個關於維護的一個圈的一個單位 那我想王霞他的這個Ego的基層 他很明確地告訴我們 因為他本身就是這個社區的一個居住的一個住戶 所以他說這個管理委員會由他來去做一個負責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今天能夠通過會議之後 我們趕快立體進行這個Ego的一個本體的一個修復 那修復完安裝完之後 我會再請到底這邊來去做一個會看 好 以上我們先做一個補充的一個報告提醒 好 謝謝 有其他個發言嗎 沒有 好 我們這邊剛才是大家來給予一些 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覺得是造企劃 對 大家收證 不知道不知道是怎樣 另外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木作將來是會用玻璃去造的 那潮氣的問題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在那個就是設計的時候 其實都有人考慮到那個通風 就是在背面那個部分有沒有設置那個通風信號 這個都沒有考慮到 對 主席 雖然我們不是在省都省也不是省都根 可是我們是善意的建議建設公司 你看看你們現在做的這些設計 跟你已構的那個比例啦 規模啦 其實都不搭 只是說我 因為它是歷史的 所以我把它保存了 可是你並沒有因為它而去做你的更細緻的設計 就覺得很可惜 它可以是焦點 可是你現在不是說好 你要我做我就做了 就沒有把它的價值再度一些 這是我善意的建議 以上 謝謝 好 其他主要是請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還是請這個 這個大家會教我們一下 去看看 那這個黨外組員 聽著自己的集團 就這樣就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本案4 歷史建築事業區艾富二結後生項4號 先附及再利用計劃審查案 請說明 本案是 本案系數300號成美軍宿舍歷史建築 及洋銀三美軍宿舍群無化幾官範圍內 為台灣銀行有限公司所有的管理 台灣銀行委託洋人將建築士事務所 代理本案的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本局邀請了港委員 三天前委員 與副國委員協助審查 相關的審查會議紀錄 請委員詳互建議 本案系洋銀三美軍範圍內 首先提出的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具體標信 審查通過後 可作為其他本區案例的參考 本案一審查會議的舉例 受本次委員會討論 那這個是歷史建築的 在陽明三美軍宿舍前相關位置 然後這是現況 那以下我們再請事務所這邊做一個 該要的一個書 歷史建築 F2間後身項師號的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那後身項師項的話 基本上它是歷史建築與文化景觀 是單層獨棟獨院式的一個建築 那目前是被台北市歷史建築 指定為三載後前美軍宿舍及文化景觀 陽明三美軍宿舍群的一個範圍 那基本資料的話 目前它的土地所有人是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那建築的所有權人跟所有權人權屬 都是屬於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 那目前的話就是它整個的一個現況的話 就是它擁有廣大的一個開闊的一個空間 那可是室內木格間跟木地板 因為天候的潮濕跟年久失修的一個損壞嚴重 屋頂也有一個漏水的一個情形 那但它整體依舊保有美式獨棟住宅的一個風產 那這個是在1977年的時候美軍時期 整個美軍的一個居住的一個狀況 基本上紅色的F210是我們的後身項四號的一個位置 那當時有217棟的一個建築群 那這樣的一個建築群在2006年的時候 有被指定為22棟是屬於歷史建築的部分 那我們的後身項四項是其中的一棟 那也在同年的時候有頒布了一個所謂的 一個進建範圍的一個規定 那到了2011年的時候就是台北市文化局的話 就是開會有做一個決議 就是為了要擴大這個陽明山美基素社群的 文化資產的一個意義的話 那改採用就是出租的一個方式 來活化整區的一個社區 那這一棟是我們就是後身項四號的整個現況的平面配置圖 基本上的話它是左側是它目前現況配置 那它跟隔壁是後身項二號是緊鄰的 後身項二號目前是做白房子餐廳的一個在利用了 那它整個的一個地理位置的話就是北邊是臨著隔制路 分別是有埃夫三階跟埃夫二階的一個接口 那基本上的話後身項四號的話 它是屬於特定住宅區一的一個範圍 那它的一個建幣率是40% 容積率是60%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整個的一個損壞現況的照片 基本上這個是後身項四號的整個立面的一個景觀 那這是它的外牆仍然保有美軍的一個宿舍的一個特色 那整個的一個庭院裡面的話 基本上有三株是被台北市政府指定為老樹的一個庭院 那它的一個市面損壞現況的話 基本上的話它是也是屬於混凝土駐敦 然後木作土台的一個台高的一個木構架的一個形式 那現況的話也仍保留了它基本上的一個木構架的一個格局 那整個的一個修復的 調查研究的一個修復的一個建議的一個原則的話 是保留它基本的原有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一個建築外觀的話 基本上的話就是保留 就是美式住宅的一個理念的一個規劃 那它室內的話仍然保留 就是傳統美式建築主要的一個空間的一個象徵 就是壁爐的一個空間特色 同時的話它仍然保有或構架人質物價的一個 傳統物價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是在整個修復原則裡面 必須要被保留的一個部分 那整個在利用的一個原則的話 配合整個區域整個社區的一個發展的話 那這一個後生香氏號的話 是為了要提升整個風光遊戲友善的一個環境的一個需要 那再利用是以導覽藝文中心跟導覽活動為公立來使用的 那後面的管理經營維護的話 仍然也是由台灣銀行部分有限公司自己來管理維護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在調查研究裡面提供出來的 再利用的一個動線規劃的一個設置 基本上仍然維持它的一個整個庭園的一個格局 那在整個的平面配置上的話 也配合了再利用所有植入所謂的無障礙 無障礙間精子廁所的一個配置 同時將空間分為展示空間 服務空間跟行政空間把它劃分清楚 那這個是再利用整個平面配置 上圖是整個的一個現況的一個平面 基本上因為它剛出租來使用 所以在空間上的使用的話 是被劃分為比較凌亂的 那經過這一次的一個再利用設計的 一個提供的一個建議的話 是把它展示空間跟服務空間很清楚的組成關係 把它區分出來 那整個的再利用設計的話 基本上在展示手法上 因為配合空間的一個運用 我們是提供了就是所謂的一個 數位展示影像的一個投影方式 來做日後的一個成展建議 那整個管理維護的話 基本上的話就是在日後的一個 因應計畫上的建議的話 是採用D2的一個方式來加以檢討 那整個的一個修復經費的概算的話 包含就是假設工程之外 還有提出了圍牆跟景觀工程 建築工程包含所謂的補牆 還有設備工程跟重引防治工程的話 整個工程發包費包含經濟工程的話 是提出了2793萬的一個費用 那整個的一個包含就是業主這邊的工程管理費 跟其他必須要包含的設計監造 跟工作報告書的話 那整個費用把目前報告書提出了 或者是3194萬的一個費用 以上簡報結束進行各個為資料 謝謝 我沒有聽到你的未來再利用是什麼 你只是說你要修 那第二個 他是不是就是之前被燒掉的對面 I get 那我不曉得台銀 沒有 我當然不是只針對你 我覺得台銀對這整個區的一些管理啦 責任等我覺得一直都沒有進步 包括停車 我們上去線灘 副座還有那個科長都去了 有關停車的問題 還有道路的那個修復都沒有做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現在的 可是我覺得還是影響到這裡 包括那個燒掉以後就 就在那裡啊 OK 起來 那 各位朋友 兩位先生說了一下 針對於在利用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報告書裡面提出這個 在利用原則 也是跟台灣銀行這邊有取的一個討論之後 就是這一間後升項4號 它主要是作為日後的一個就是 保覽跟藝文的一個活動的一個中心 那提供給民眾的話 基本上就是來這邊的話能夠有一個 整區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認識 那同時的話就是這樣一個 在利用原則之下 我們也提供了就是所謂的一個 基本的無障礙廁所跟親子廁所的部分 那同時也提出了一個 基本的一個停車的一個空間 所以經營者是攤營 攤營 對 就需要一個遊客中心、服務中心 對 勞覽解說 對 但是那如果這樣更好了 你未來整區的營運管理等等 應該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也應該擔顧起責任 我們每次開會會攤都講了 可是都沒有做 他是修補單位 對啊 他已經在那邊 謝謝 那個停車場的部分 其實像西區的話 有一些空地 我們的業者 城市人 他們自己會屠服我們的空地 作為他們那個改革的那個 停車空間 所以西區的部分是應該 還是滿OK的 那至於就是說F209那一間 就是說之前銷毀的部分 那就我們了解中華公司 他們現在已經在進行採購 招標採購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一間可以變成是 這個地方的一個小的Visitor Center Services 是很好 但是你們只有殼子 你知道你們內容是什麼 你們要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這也壞 而且你知道我們就是 文化景觀保存區 我記得那時候的報告書有說 要維持原來的律理的高度 可是現在你們個別委託出去的 都是做那個白色的 那個尾都很高 而且甚至很多都把車停進去了 那這些都違反我們當初 文化景觀那些規範 我覺得台穎自己也應該要扮演 一個自己督導的角色 不然我們現在每天經過那邊 真的就像一個新的餐廳街 就是這樣 這部分合理的部分 把他納入 我們會以記錄去做成功 不管建議也要求 好 現在我們一樣的議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早晚的工作 把大家委員的意見 再適合 適合你會馬上 把他納入 進去考考決議 好 打一個案 審議案6 歷史建築 南京新入 237號 即 提畫建議段 246號電屋 歷史建築 運作 體制範圍 審議案 請說明 辦理情形 一 南京新入 237號電屋 即提畫建議段 246號電屋 於98年 2月27日 公報為 歷史建築 保存範圍 為 例面 及 例意境 辦理情形 二 南京新入 237號 所有全人居 107年 11月20日 向本局 申請 大同區 提畫段 3小段 466地號 納入 歷史建築 地種 土地範圍 本局 於107年 12月26日 召開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結論 約 同意 南京新入 237號 引建戶 坐落地號 大同區 迪畫段 3小段 464 465 466地號 回保存範圍 後續 將會者 文化資產 評估報告 續送 本審議 會審議參考 辦理情形 三 專案小組 委員 意見 摘要 請委員 相知本資料 辦理情形 4 查本案 南京新入 237號 令敵畫界一段 二號 原公告件號 分別為敵畫街 三小段 535 536 建號 於1010年 修復完工後 103年 重新登記 變更為敵畫段 三小段 1770 1769 建號 令敵畫街一段 六號 建物作用地號 修建後 納入 童小段 458-1 地號 辦理情形 5 檢布本案 文化資產 價值名簿報告 這個是97年所有全人 申請歷史建築的資料 這是南京新入237號保存修復於 戰利用的部分 那當時 大家委員可以看到我們藍色框 就是我們466地號 466地號 之前是後期加建的部分 非屬第一季建築的保存範圍部分 然後後來就是拆除 加建後 恢復原有的天井樣貌 這個是98年公告的部分 那我們是經過96年及97年專案小組會 刊集本委員會 第20次會議決議 續辦以98年公告 那保存範圍可以看到 是歷念及第一季的部分 那這是地形地極圖的部分 紅色為歷史建築範圍 藍色為執案新增的地號範圍 這個是建築現況的照片 左邊這個是237號的建築圍 建築立面 然後右邊是建築立面照 就是整個包含敵化基一段 246電污的部分 那右下角是現在那個466地號 空地現況的部分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機委員長餐子本資料 你辦你請同意變更 南京西路237號 即敵化街一段246電污 建號定著土地址 之地號景便機 一名稱南京西路237號即敵化街一段246電污 二種類宅地 位置物地址 台北市大同區 南京西路237號即 大同區 敵化街一段246號 你辦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 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本體為 南京西路237號即敵化街一段246號 之令面積 第一季 建物為大同區敵化段 三小段177-1770-1769-537-482 建號建物坐落 土地為大同區敵化段 三小段 457-458-458-1-459-460-462-463-464-465-466 地號的實力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 數據為9 禮拜五變更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與此變物之任性應有天井考量期 特性與建物整體 之環體為互需使用 同意新增 電話段三小段466地號 2 一南京西路237號 電話界一段2號之建號 重新登記結果 配合變更建號 及電話界一段6號之建號 重新登記結果 配合變更地號 3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 被指審查辦法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登陸之所以 你辦二本案提起 每審議會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好 請問其他正記白眼 沒有 我們三處有 有沒有了 我們知道有沒有過 反正是 我們今天會議到 這邊都是八過 好 請問其他正記白眼 有沒有了 有沒有了 有沒有了